不用不用解了 这是一位从保安过来的粉丝 还和小柴是老乡 今天来到华江北 想买一台全新的11 Pro Max 送给刚刚高考完的弟弟 不愧是中国好哥哥呀 这位老哥想要一台 国航全新光幻的11 Pro Max 本来想带他直接去属于的档口挑 但是好巧不巧 今天的市场没有做核弹检测的不让劲 本来想用我的截图来蒙混过关 最后也被保安赶了出来 国航那是吧 它是国航的 国航64的不够用吗 64的 现在如果卖卖不到半价 卖不到三千 128的可以卖3千3 如果是128的 没说没 去年 没说四千多吧 没说五千多 四千九九 没办法了 这位老哥市场是进不去了 现在二台直接少女帮他挑一台吧 等一下拿下来给他 看来看下机子吧 那个再等不对的 二百八十多天不是跟他说了吗 这两百八十多天不是跟他说了吗 这两百六十天是吧 能不能不能 不把插一下 最后帮他拿到的这台还在保两百六十天的国航全新十一 入入麦克斯64级的金色 既然是全新机 我们就要保证他的机器没有任何瑕疵 确认了内存和国航版本之后 我们就直接让老板抄传号 很多小伙伴觉得这个颜色很难看 阿柴不觉得呀 不说说了 现在就下楼把机器拿给粉丝 现在还在楼下等我们呢